这个小指是明显偏短的 加上生命线尾端分叉 和子女缘分比较浅薄 晚年容易为子女操劳 四指漏缝 纸节大是典型的木刑手 木人多思虑心思重 配合这个笔直的失业线 失业线强 势必供亲偏劳碌的名 家中的大小事情都指望自己 成家进入婚姻当中 更是蜡烛两头烧 注意劳逸结合 生命线的横文 大多数集中在中年阶段 上游老下游小 经济压力大困难多 那么还有就是金星秋比较饱满 这个是有一个好的身体能够扛着 后期生命线逐渐的清晰 鲜苦后甜的命局 这条事业线确实是增运不少 事业上是没得说能力强 人也聪明 感情线也是上翘有弧度 在感情方面充满激情和活力 但是结婚线多条 加上情线尾端侵入到财工 感情和事业不要参合在一起 否则情路难顺 最好不要找自己 牵内人做对象 看起来脸胖 其实细看五官还是很精致 瘦下来一定是世俗意义上的美女 但从相学角度来讲 脸上挂点肉是有好处的 相学讲究藏 如果是脸颊无肉 那么面骨 特别是颧骨 藏不起来 就容易强势霸道漏锋芒 那么这个女主就很好的藏起来 这个颧骨 多了一些亲和力和福气 这个眼睛稍微有点掉 古话说宁教王八糕子不教吊眼梢子 有点夸张 但是反映了吊眼人的自私和无情 这很正常 人性本来就是自私的 那么只是山根偏弱 青年时期比较容易动荡 起点并不高 鼻梁稍窄 中年运势也难稳定 好在鼻头和鼻翼饱满 财运方面表现不错 婚后运势逐渐稳定 人中宽阔 紫肆风龙 下巴见兜 晚年才顾风龙能享福 这是典型的土长 直接见也见米康树文 四指严丝合缝 稳重踏实有福气 做事进退有序 善于守财 从这个纹路来看 也是典型的川长 再加上金星秋 比较饱满厚重 纹路和掌球得配 火星秋也是饱满有力 做事勇气十足 敢于面对挑战 但是脑线有些弯曲下垂 有川长人的冲动 有勇无谋 容易仓促做决定 事业线有点差强人意 如果是笔直冲向土星秋 形成这种一马平川的格局 那么可惜 事业线有点短未成型 不过对于女人来讲 感情线的清晰深刻 可以弥补事业线的不足 事业不强 婚姻来凑 能够嫁个好人家 婚后望福新家 事业方面多依赖老公 但是川长人 天生后闯荡的个性 建议婚后要收收心 把心思放在家庭和孩子上面 做好老公的后盾 这五官看起来 有点像余浩铭 特别是兜兜的下巴 眉眼间更胜似 米浩铭 五官更加的利落清爽 额头稍微肩窄 并发轻入一马宫 不利远行 不是说不能远行 只是说出远门的时候 比一般人要多注意安全 那么耳朵轮廓 分明 垂厚打炒口 服饮身后之人 眉眼间是鹰气逼人 浓眉大眼对男人来讲 是非常讨喜的 大方慷慨 重情义 重义气 为人正派 但是少了一些自私和缘化 进入社会的时候 容易被人利用 建议多一些防人之心 不过行的正 脚踏实地 终究会有一天 会有一番成就 山根平满 鼻梁厚重 鼻翼饱满 中年运势非常强劲 如果是有贵人 加以指点和帮扶的话 事业上是有大突破 甚至财务自由 也不是没可能 人中深阔 双唇厚薄均匀 地库饱满 晚年 子女孝顺 晚年财库 风浓享清福 是难得的好相隔 长色红润 长面宽大 长秋也是错落有致 浮运深厚 不过手指形态弯曲无形 执掌不得配 运势容易起伏不定 金星秋的比较饱满宽阔 为人慷慨大方 体质不错 运势根基深厚 三大主缘当中的生命线 是最为深刻 不错的身体素质 对于男人来讲 是特别重要 事业现在初期的杂乱 说明事业初期是充满坎坷 需要一个好的身体去折腾 相对来讲 脑线是先深刻 特别之后面是转折下垂 结合事业线 刚好也是止于脑线下方 事业潜力有限 也是受学识所限 建议加强学识和修养 打开格局和人脉 事业方面才有更大的突破 感谢的杂文 说明桃花不弱 甚至有一些烂桃花干扰 不过脑线和琴线分得开 感情和理智拎得清 元宝财库也成型了 提升自己 把握机会是有望发大财